张忠景有一个大不脾胃的方子 专门针对老胃病 脾胃一条百病案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我们中医里面有这个脾旺四季不受邪的说法 说这个脾是气血生化的源泉 只要这个脾的功能好 大小病不会来侵犯身体 但是现在很多人一身烦 完全不顾及脾胃的感受 大吃大喝,辛辣油腻,刺激的食物 为了追求这个味觉上的刺激 其实往往忽略了自己胃里面的感受 有的人这老胃病一疼起来就拿它没办法 这个时候该怎么着呢 有很多人就吃一点脂肠片 包括专门治胃痛的药 有的人是靠这个来 但是我们想想像这种情况的不是常识 如果说你不打算和你这个老胃病长相厮守 那今天这个方子你要保证好 我给大家说这个方子出自于医生张忠景的 可以大补脾胃 专门对付这个老胃病 让你的脾胃强健起来 这个方子是什么呢 就是很有名的小贱农汤 我们看这个贱中的字 所谓这个贱就是强健 中呢就是中胶脾胃 所以我们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个是以强健脾胃为主的 因为我们常常说这个脾胃为中土嘛 就是这个道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子的组成 它主要就是这个 贵脂 少药 甘草 大枣 生姜 还有这个泥糖来组成 我们这个的贵脂呢 就是肉贵的嫩脂 它有这个往外发散的力量很强 而贵脂呢有这个发散的力量 另外呢我们这个贵脂啊 还有温通经脉通阳化气的作用 你看那个五菱散里面有 还有贵脂汤里面有 所以呢这个通阳化气啊 就是以这个心肺为原点 这个贵脂呢有往外散发的这个功能 对于类来说呢 它有这个调养脾胃的功能 性偏温嘛 另外在我们看这里面的大枣 是以补气血为主 它的滋脾土 生姜和大枣呢常常结合到一起 我们知道生姜呢是去风散寒的 另外生姜呢还能够植肉 它能够恢复肠胃的功能 肝草呢可以这个缓解疼疼 另外这里面呢 小建中汤里面的勺药 是贵脂的两倍 本身这个勺药就有止卵痛的作用 你再加上这个甘草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 勺药甘草汤的成分 勺药甘草汤就是缓解卵痛的 所以你如果这个脾胃呢 是这一种居卵性的疼痛为主的 这个小建中汤是比较不错的 另外我们看这里面的宜糖 宜糖呢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麦芽糖 这个宜糖呢味道甘前 我们吃过的知道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吃那个蘸芽糖 其实就是这个麦芽糖 它粘还蘸芽 另外呢它偏甜它入脾胃 它入脾胃了以后呢 因为这个甜甘能缓 如果说是这一虚寒型的 这个疼痛的 移糖对它就很有帮助 以上这几位要结合起来呢 就形成了一个 温中补虚 减脾益气的作用 如果你有这个老胃病 经常就出现什么 腹部冷痛 洗柔 洗汗 洗温 另外呢吃这东西呢 有的时候呢 很容易呕吐 但是有一点 如果是烧心和翻酸的呢 你这个益糖是不用用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益糖偏甜 这个甜的东西呢 它容易让人产气和产酸 如果说这个酸比较重 你可以不用益糖 把那个污被散放到里面去 或者吃一点止酸的药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如果这个平时呢 精神头也不足 身体乏力没劲 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心慌 心神不宁 但是是以脾胃功能 为主出现的这种情况呢 都可以考虑有这个方子 好了 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科研科研